就感觉这个市场确实比较强劲 我们说有时候在盘中调整完 就顺带能够拉起来 今天也是这样的 小幅调整之后 指数在下午时刻看到 有一个比较强劲的震荡 整体来讲 全天的成交量也是比较乐观 达到了万亿级别 北向资金也简单关注一下 今天净买入额有55.69亿 整体指数我们也全面关注一下 上证涨幅0.55% 暴在3079.69% 深入城市里边涨幅0.21% 暴在9717.37% 创业板指0.12% 涨幅在1909.25% 客船50%0.28% 涨幅在814.03% 我们看到下午 也有一些板块在盘中 出现了这种异动 全天来看 像索拉包括短剧 传媒还是非常强劲的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位置 咱们就积极地 以寻找机会为主 其实风险这个位置 短暂还看不到 一辉老师 是的 现在近期 我们多次强调过 要注重板块的轮动节奏 对吧 那这个目前指数 我们看到 既它没有形成一个 大举的一个向上突破 同时呢 在整体市场 在这个位置 也没有形成一个 比较明显的缩量 对吧 仍然是一个 万亿以上的一个水平 以及呢 我们在近期强调的是什么 从之前的 AI的上游端 也就是算力啊 CPU啊 通讯设备等等的 我认为大概率会切换到下游 也就是AI的应用 我们看今天啊 整体的板块上 涨榜居前的 或者是连续上涨的 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 多次指出的 像传媒娱乐 相对而言表现 还是比较出色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 概念性板块里面 骚扰 短剧游戏 游戏对骚扰概念 也就是文声视频这块 形成一个再次一个拉伤 如果大家还记得吗 在上周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传媒娱乐 我们讲到了几个故事啊 大家可以重点听一下 首先我们讲到 就是新闻上 夫妻俩 一个月赚了四个亿 对不对啊 我们讲的为什么 说要关注传媒娱乐 其实我讲到 第一个 我看到新闻上 有这个夫妻俩 做这个短剧 所以说呢 有这个 咱们所说的一个收入了 四个亿 这就形成了一个爆款了 这是其二 我说 有一个西游记吗 AI相关性的西游记 生成了 以及AI的电影生成端 然后全球上映了 那么在周一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什么 AI导演 对吧 芒果台的 在AI导演 正式投用使用了 以及呢 我们看到周末 还有一个两个 对吧 一个男明星 一个女明星 然后生成了 对不对啊 复活了吗 也就是都是在 AI应用端上 整体而言形成一定的反弹 那么在本周一啊 也就是3月18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啊 英伟达的GTC大会 也就是黄仁勋 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主题性的演讲 之后 那么整个的传媒娱乐 尤其是通讯设备板块 先涨 然后今天我们看到 相对而言表现比较弱势 那么还是在于什么 应用端 所以说来讲的话 近期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一直看我们的复盘环节啊 我们在复盘环节 现在近期 我强调几个板块 我们不沾 第一个 我们远离一下高股息 当然今天高股息是什么 是一个涨幅剧前 前期来讲的话 其实高股息连续反弹 不管是银行啊 包括像石油石化板块 电力板块 电信用银板块 这些板块 整体带动指数 从2635点 连续上涨到3000点 但在近期 我们看到高股息 其实表现比较弱势 尤其是煤炭板块 整体而言是震荡下行 包括像保险 也是调整幅度 相对而言比较大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有几个需要留意的 从板块的轮动上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讲到了 AI的应用端里面的 传媒娱乐 今天是上涨达到4% 以及互联网 对吧 软件服务 这些其实都是应用端 以及我们看到 石油石化板块 今天大涨2.09% 其实提供一点 今天的石油石化板块 有一个消息 就是挪威的相关性的 海外机构 主要持仓的 就是我们石油石化板块 的一些龙头 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其二来讲 我们再看一下什么 电信用银 也其实是中字头的 包括今天在盘中 有表现的传播 相对有一定的表现 那么在目前走出一个 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 还有我们看到像旅游板块 在今天形成一个冲高震荡 旅游的上涨 我们要知道 因为从外资 吸引这块来讲 有个跨境支付 对吧 包括银行的债券 因为它相继里面 不管是保险 银行 债券市场 还有像私募基金 其实在后期来讲话 外资会逐渐的落地 那么为什么和旅游相关 我们讲到了 因为就是比如说单独的落地牵 或者说是什么 也就是直接的通航 对吧 航空这块的一个通航 所以说今天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到 航空板块有一定的影响 也就是关于外资这块 吸引外国人来我们这边 同时我们看到农林牧鱼 尤其猪肉板块 今天有一定的表现 好了 电力板块 今天是有一定的反弹 这也是属于高股息的 那么通讯设备板块 可以说是前期的AI的权重 那么今天是相对的表现 是比较弱势的 钢铁我们要留意一下 今天其实是什么 在下午的时候 一开盘 整个市场表现不错 但是钢铁是加速的运行向下 这个要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和什么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证券板块 在11点15的时候 快速拉涨 对吧 我们盘中看到 很多人说 这个位置牛起手动了 证券板块拉涨 是不是机会来临 我们看到在整个指数 下午一开盘的时候 其实表现还不错呢 对吧 它没有形成一个快速下跌 但是证券板块 反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弱势震荡 这又代表的是什么 目前证券板块 在短期之内 仅仅是带人气 而不是一个主要的 所谓的主线品种 我们头头一定要听清楚了 还有我们头头要知道的是什么 酿酒在昨天其实是零涨 今天相对而言 只是盘中涨了一下 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盘中涨了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天 有一个会议 这个会什么 成都召开的春堂会 也就是酿酒方面 白酒方面 葡萄酒方面 有个春堂会 那同时我们看 这两天表现不错 像有色里面的小金属 今天是一个第二榜剧前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什么 煤炭 其实在今天盘中一度上行 发现没有 它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但涨的是比较慢的 对不对 包括像石油石化板块 其实也有这个特点 是什么 它这个跌快速下跌 涨了几天 今天应该第六天 我们看到 终于是2.09%的一个上行幅度 能不能创新高 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一下 还有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什么 另外一些板块 比如像水雾 这都是高股息的 同时我们看到汽车类 其实在近期是零涨 今天其实也仅仅是下午的时候 有表现 盘中来讲的话 走出一个冲高震荡回落的一个走势 以及我们现在要看一下什么 比如说北向资金情况 其实我们也要看一下 好 我们在整体 对于今天的行情 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们看看昨天的市场 其实相对的是表现比较弱势的 昨天普跌 对吧 整体三大指数形成一个震荡下行 尤其昨天的北向资金 流出是70个亿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整个的北向资金回流了 对吧 在上午的时候有一定流出 北向资金目前是55个亿的流入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午的时候表现比较弱势 那下午的时候 整体走出一个震荡反弹 还记得我们在近期强调过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叫定价权 什么叫定价权呢 昨天外资流出70几个亿 对吧 70个亿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股指三大指数形成 弱势震荡下行 对不对 好了 下午的时候 我们看到北向资金开始进入到了一个 大举的进场的时候 发现没有 我们三大指数好像已经又再次回春了一样 对不对 像天气一样越来越暖和 包括交易量开始逐渐的形成了 那就说明什么 整体而言外资在近期的定价权是比较明确的 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第一点 第二点 从板块的轮动上你要记住 它遵循的是什么 首先是消息 什么消息呢 比如说外围市场某些板块 突然出现了一些大的利好或是利空 比如说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 港股方面有一些什么 人型机器人的 某必选 对不对 大幅的上涨 所以说是什么 人型机器人我们这边有一定的映射 包括在前期的AI人工智能不也是一个映射吗 以及像 这个一行某智能 对不对 然后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谓低空经济这块 消息这块之前是形成一个大涨 然后我们这块低空经济 飞行汽车形成大涨 这都是由于什么 消息的刺激所带来的反弹 这个一定要记住 也就是消息 那么第三个关键词 我们要知道会议 什么会议呢 近期的不管是春堂会 对吧 酿酒的方面的有消息 包括今天还有什么核工业的会 以及我们讲到了目前令全球瞩目的是什么 GTC英伟达的开发者大会 尤其是黄仑勋的对于未来的一些表态 比如说科技的包括他这GPU啊 一些新的芯片 他已经很明确的做一个方向 昨天上涨的我们看到像智能汽车这块 有应的反弹 其实在于什么 他在计算机相应的一些系统汽车的系统有一定的变化 所以说来讲的话导致昨天形成一个上限 那么对于目前的市场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重在的是什么 我们重在的是板块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有头头说 你不说这个位置是一个柱顶 现在是不是一个顶部 还是那句话 目前我们要等待市场的结果 不是等待我的结果 我什么结果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你能不能抓住我们从上一周开始讲到的AEI的应用端 对不对 我们上一周讲到什么 刚才我们也多次强调过 我就看到现象是什么 夫妻俩挣了四个亿一个月 然后呢 AEI的相关性的动画片 包括电影 包括AEI复活 包括现在有一门生意是什么 AEI相关性的复活 以前的这个 哎 雇人啊 家人啊 有这样的 而且我记得有一个小伙子什么 复活了他的奶奶 然后就反正这段还挺感人的 我一看 我就说这个肯定是一个什么 他的应用端所带来的 目前那个风口 而不是说他的销量 不是 所以说现在而言 我们要看看的是什么 他的应用 在哪些方面还会有拓展 那现在而言的话 我们一再强调到 我们关注的应用啊 跟大家说一下 回报率已经超过20厘米了 那么如果大家想还是知道的话 持续关注我们MBM证券服务频道 对于目前的板块 我再次强调 一要关注AEI的应用 二我认为稍微的远离一些 技差股 因为今天我看到像微盘股票 中小盘股票 确确实实相对的表现还不错 但是而言的话 市场在这个位置 你要慎重 慎重的是什么 万一出现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上证指数的技术上 发现一个特点是什么 这个位置是去2022年的7月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昨天 包括今天早评强调过 200日均线 你看现在也是200日均线 我们对准的是什么 是MACD指标死差死差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整体而言 他的红柱持续的形成下行 对吧 变绿 然后现在马上红柱要变绿了 如果说量能在后期持续萎缩的情况下 没有主线的情况下 那其实市场指数会不会回落 我们要关注一下 就关注两块 第一块是这 第二块是在哪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位置也是200日均线 我们看到 形成死差 对吧 好 他这个位置支撑是在于什么 60均线 对吧 目前60均线是多少 2927点 所以说很多图子说这个位置要走一个二浪也好 这个位置不跌也好 其实市场还是那句话 没有定论 我现在也没有定论说一定是向上还是一定是向下 跟随市场 然后做好你能做的板块 能够做到你能觉得说市场的这个位置获得一些超额的收益 这才关键 而不是今天说 我说明天上涨 有用吗 我说明天下跌 其实有用吗 主要是抓板块 陈老师目前就是看哪些板块资金流入比较多 我再次强调一下 高股期目前我不看 这期其二 房地产我不看 证券我不看 医药我不看 半导体我不看 包括目前我刚才强调过 中小盘的一些业绩可能会出现一些突然变脸的也不要看 因为四月份往往叫四月决断吧 所以说对于明天的行情 我认为仍然是一个分化性的行情 能不能像今天 尤其在下午的时候出现一定的铺涨 要看 要看的是什么 外资 因为现在是外资是具有定价权的 我们如果说外资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不动 你发现吗 今天早上起来指数就是横着走 对吧 稍微的外资一动 你发现好像我们又活了 这就说明什么 我们如果说外资突然的流出的情况下怎么办 昨天外资为什么流出 其实就在于日本央行要宣布 时隔17年要干什么 要加息了 我们多次强调过吗 所以说外资 很多人说外资跑了 对不对 这不没有什么影响吗 所以说吧 市场的这个位置 没有大的方向的一个选择 目前暂时 但是呢 我们保持一定的谨慎 市场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是以板块 以波段为主吧 就这样 好 非常感谢一辉老师